我其实也算是火星情报局 很老的高级特工了 老人 我是元老 但是我有一次真的特别的伤心 就是在第一季刚开始的时候 街边都是火星情报局的海报 对对对 可是没有我 没有你 真的没有你吗 没有 然后我每天都跟别人说 我参加了火星情报局的录制 可是在海报上看不到我 你有去问过是什么原因吗 你有问过吗 我当年不敢质问 因为我觉得我是谁呀 你现在敢质问了 我现在敢了 那你质问一下 为什么第一季的火星情报局海报 没有你 问谁 问采哥 采哥 为什么 问林伟 伟哥 其实我都理解 这么快就软了呢你 你既然这么嚣张 再问你一个更深刻的问题 这五个人你想换掉谁 还好没有参加第一季 他有一个 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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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其实这两边缝这么大 为什么要放枪 你把枪拿掉 我刚才我拼完了吗 何必要替代别人 放什么枪 提光枪 哎 说实话 雪佛这个手还伸得挺长的 对啊 哈哈哈哈 喂喂啊 我呢一直保存着一张照片 其实当时我们做的海报里面 是有你的 都有你的 真的 只是后来有可能 把你漏掉了 漏掉了 但是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的是一个都不少 哇 而且你非常非常的帅 哇 在这里 哇 你看你的板符 但是局长我后来就越来越成长了 我在第二季的照片就已经有我了 对啊 看非常的帅 哎 没有我 来 朋友们来问一下 哈哈哈哈 哎 了解 你是后来从后面爬上来的 你是爬上来的 我懂我懂我懂的哈 然后第三季就越来越往前了 我就是薛志谦背后的男人 哈哈哈哈 这就是在火星的成长 但是哎 我跟你说你还好 来来来来来 随便再给我拿出来个第一季或者第二季 之前我是站在这 这是第一季 在局长边上 到第三季的时候 我为什么站在了这 还是更漂亮 哈哈 田园哥 田园哥 你能来这 你真的去感谢一下烧骨 哦 啊 其实你们再看我们圈里这些 大家一排 比如说做综艺的时候 一排艺人站一排 但这个站位真的是很有讲究的 有的人为了中间这个位置抢到死 方式各种各样 我跟大家演示一下 好吧 来来来 准备要开路的时候 他啊 大家啊 开始录影了啊 哎 我跟你说 我先录的吧 好好好 不好意思 来来来 哈哈 他就一个人人到中间了 谁啊 他现在第一招 你知道还有一招更可能是什么吗 比如说 我这时候已经站在这个位置了 我我 这个站位置好 这个这个艺人啊 他不服气 我站他里面一点点 对不对 他站好以后 然后三二一准备开路的时候 你知道他做个什么事情吗 就是这个位置的人 他就这样 三 他一看我 哎 怎么我 我站在他外面吗 这样 然后三二一 开始 哎 我跟你两个人都站边上 我都不让你站中间 哦 真的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人啊 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但是真的有 谁啊 来 敲敲敲 你不能说我能说 来 真的 走开来 但是真的 大家为中间那个位置会急破头 真的 这个我都知道 其实我要告诉他 中间的那个位置 就是我们俗称的C位 嗯 他是有一定的地位 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高度的人站的 或者年龄大 要不就资历深 要么红 对 像我自己 我对位置真的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这一季开始录的时候 因为又来了新人以后 就把我从这个位置 往这边稍微再挪了一点 我就觉得火星的排位 火星的排位 火星的先灵的排位 谁不在乎 想曾经病 位置的排列 你还说你不在乎这个位置 怎么了 你就是想的就是这些 但是是节目组给我做的 我不可能说不用不用 我就做回去 为什么 哈哈 精进该坐那儿啊 正好就男女男女这样 这个倒是你小多了 后来我也是坐在那儿了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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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人座啊 赶紧回去 我就觉得 大家还是要靠自己实力 争取到的位置 你坐起来的时候是最踏实的 坐在哪里是无所谓的 一样的 关键就是你 有没有这个发光发热的能力 对不对 对对对 你看这些人坐那么前面 有啥用夸叫 对啊 我特别赞同杨迪说的这 我用你赞同 我自我早就赞同了 哈哈 但我必须说杨迪是个非常 会争取 给自己争取的人 对 也就是说 你 骗 人 我 没有 有 没有 怎么了 我有视频为证 啊 看看最近自己的形象如何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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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杨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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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一起模仿我莫愁 我一直觉得我们两个人 就是完美的endin pose 两个人站在这 结果正式演的时候 他把单子 踢在自己通道前面 我一下变成了个单子 刘维之的光又在断章取义 哇 说自己不争不强 自己心机那么重 那他跳的不如我 他只能是这样 哈哈哈哈 真的是一不小心啊 真的就会给别人造成一些 极其不好的印象 所以 千万千万要注意 钱老师有什么忠告要给我们 真的是 我觉得打招呼也是一种非常 重要的礼仪 我也不点名了 好不好 你肯定想说我啊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竟然对局长 视而不见 谁啊 这个是人呐 来 然后经过我提醒了以后 我呸 我呸 呸 呸 哈哈哈 宇哥 你在乎别人来跟您打招呼吗 在乎 哈哈哈 你的心胸还真的很狭窄啊 哈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 我会在意人家打招呼 是因为我会觉得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不懂礼貌 嗯 就是您会在意 您会在意别人录影前到您的房间 去跟说哎 宇哥您好 那个今天请多多关照 会不会在意这一种 我还蛮在意的啊 你还真心胸很狭窄啊 我蛮在意的是你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过于不及都有点 都不太好 是 我觉得我们见面了 碰到面了 哎 好好的打声招呼 对 哈哈哈 哈哈哈 这说到打招呼 有一个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我们台上的朱真老师 有有 我第一次跟朱真老师 在东方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上面看到 他就会走过来就说 哎 你好你好 金晋 还这样啊 就是就是一个礼貌手 就是这样 我印象特别深刻 哇 好有礼师哦 朱真哥 对 其实握手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礼仪 比如说你见到长辈的时候 他如果没有跟你握手的意思 他比如说只是点头啊 你好你好 你把手伸出去了 好尴尬啊 所以呢 做一个相对的准备 比如说就把手放在这个位置 长辈伸手了 马上迎过去 而且两个手 万一我们已经伸手伸成这样 那边没有回应怎么办呢 哎 我真的 对 哈哈哈 哎 我是真的碰到过这样很尴尬的 你怎么缓解 就是我 当场当场 哎 老师 就跳舞 你看这个第二舞怎么样 神经病啊 我有这么一个误区 我以为先伸手是一种 我也是 是一种礼仪 是一种敬畏 不是不是 所以我 有一些时间碰到那种 就是 我伸手了 然后他就他就哎 他就出个剪刀 嘿 哈哈哈 然后我赢了 哎 对 还有就是跟女士 也一定是女士先伸手 包括握手的力度 直接捏舌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看一般女生跟男生握手 手不会张得很开 一般是 一般是这样 一点点 你就只抓他一点点 你如果哪个女生握手 你一上来 哈哈哈 有的地方不握手 他们对蹭